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也是一个很有特色 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村庄 所有的房子原封不动的 从原始地搬迁过来 看看这个房子应该是刚刚搬过来 还在维修外围 都是很有故事的房子 屋主舍不得拆毁 可能就会在网上售卖 房子务并过来 不是平放在地下 应该是很深的地基 这都是白年老屋 每一栋房子都有一个故事 小小的房子 很有连带感 这个村落是不让新建住宅的 所有的住宅全是各地 有连带感的号市 应该是这个村落的比较中心的地方 应该有介绍的 红门的第一号房子 这样一个缩口 一个圈圈过来 这是最早的一批房子 路面过来的最早的一批房子 在这一个缩口 一个圈圈这儿 之后的房子 在这一条路上 排列在这一条路上 两边 1988年 6号房子是第一个 落伏在这个文化村 26号房 曾经是一位大律师的房子 最早的6号房 是一个军人的房子 龙扣加拿大历史的文化村落 你喜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